教育部部长马智里昨天透过书面回应 指独钟不归类在国家教育体系 因此政府没有计划准备拨款给独钟 马智里和财政部部长林冠英今天在国会走廊 没有回应媒体 但在华社强烈舆论之下 教育部在中午再发文告补充 澄清政府是打算以发展开销的形式来发放拨款 文告指出独钟不是政府学校 所以无法将行政拨款运用在独钟 独钟拨款的发放机制将纳入国家财政整体规划定夺 以发展开销的形式发放 教育部将和财政部磋商决定拨款的需要和方式 马华亚一旦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魏嘉祥 对于教育部早前的回应感到失望 并质疑马智里为何不直接表明发展拨款的立场 无论如何他促请西蒙政府更妥善地处理独钟课题 你可以说我这一下做不到 我可能需要年底的时候财政一算 这些都是你的立场 但是从这里的答案看出 他是直接告诉你没得谈 所以今天发现到有点不对的时候 他们就纠正过来这个立场 知错能改还算是一个好人 所以我暂且说我希望这一次的政府了解到整个问题 所带来的这个回响 大家应该是纠正这个错误 新动党以保东区国会议员黄家和也发文表示遗憾 同时提醒马智里 不要以国阵思维来处理独钟教育课题 黄家和说独钟和同考文凭的政策改革 是西蒙多年来斗争重要的一部分 教育部必须展现出落实政策改革的准备 乌统格地里区国会议员安努亚穆沙也表示 不应该以情感角度来看待问题 他也建议朝野双方一起组成委员会 来共同协商处理独钟课题 NTV7 红美玲 陈伟恒采访报道 不过什么事更严重 那你真是严重 对 对 不过什么